哈囉我是魔貓 這部影片來跟你講為什麼 最後紀元1.1版本我一點都不喜歡 而且我要來跟你講為什麼 我連新網都沒有摸到我就決定推坑了 真的我很喜歡最後紀元了 可是最後紀元看起來小團隊 還是沒有辦法在那麼短時間內斷出一個好的內容 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對最後紀元1.1版本目前 感受到的問題吧 唉來吧 好 為什麼最後紀元1.1版本那麼糟糕呢 他幾乎沒有新的內容 然後只有30件新傳奇 所以意味著其實BD 新的BD的內容基本上都是靠著新傳奇去延伸出來的 那先不要論新傳奇那些延伸的BD好不好玩幹嘛的 那就算是真的有好玩的BD出現或者是新的好玩的View 那些都不重要啊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新的內容 新的大內容可以打 那新的大內容就是那隻王嘛 那我等一下解釋為什麼根本就不好玩 那主要就是三個職業有薩滿巫師龍如騎士的天賦術有大改 然後跟部分技能有有大改就是主要是這三個職業 那其他的職業天賦術技能根本就是一點點陰陰陰的動 大部分都是改弱而且是平衡 平衡的那一種 所以也而且你就算說那三隻他也不是什麼重置等級啊 就是部分修改有幾個技能改一改嗎 什麼雪崩改一下什麼瓦解射箭改一下 所以如果你原本就不是這個三個職業的愛好者或玩家的話 那你玩起來一定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差異對吧 那玩原先的職業像我玩的是死靈法師幽靈領主嘛 我感覺傷害只剩原來的十分之一 不過我還是打得很順 而且一路到200幅都沒有卡住的感覺 然後打王雖然噴比較慢 但是你就想像一下上個版本的幽靈領主 然後不能吃東西大概感受就像那樣 但是除此之外我打了30個小時的遊戲時間內 我沒有打到任何的新內容也沒有玩到任何的新東西 感受很無聊 再來就是重點了 極差的優化還有不斷的熱修 這兩天只要重開遊戲你就要吃什麼 遊戲修補啊要不然就是什麼更新檔 我已經吃8GB的遊戲修補有夠不爽了 就是我一關掉然後開起來 他就那邊遊戲修補 我要十幾分鐘二十分鐘還可以再玩 然後你又不能不重開 因為如果你不重開遊戲的話 GPU開GPU 他那個最後紀元開久之後GPU異常之高 CPU啊GPU 我怎麼寫GPU 我已經被這遊戲搞空心態了 卡通的情況更同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我剛剛錄這個之前的影片 你看看我打一把 那趕頭就是這樣子 趕頭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每...剛剛在最嚴重卡論之前 在我這邊對不對 我其實走路就已經盾一下盾一下了 然後我每次攻擊都盾一下 然後這個大概維持一整天 走路都在盾一下 啊 講真的這個遊戲本來就不是什麼畫質好的遊戲了 然後 模組也不到特別好 所以這樣盾一下卡一下你會覺得更糟 然後 出去的時候對不對 又會卡一下那些 就是完全沒有1.0的那時候順喪的感覺 然後 再來第三個問題 我新王需要打 10次100或250浮化的時間中王才能打 我本來想說 雖然我 我還是喜歡打王戰 因為畢竟我在POE就喜歡打王嘛 我喜歡有一些新的挑戰性 然後看一下王的技能 然後看他們怎麼設計的 那還是 很有趣的 我昨天直播19個小時 然後到現在寫稿子 又玩了大概9個小時 所以我其實直播大概2728小時了 我全程都盡量認真玩 就是不拖 然後也不會去那邊多摸西摸 就是認真玩 然後趕快充電度 我現在還有5個時間軸 還沒解完才可以打新王 所以我預設大概還要7個小時的遊玩時間 而且我畢竟已經可以打355浮化以上了 我卻要在180浮化跟250浮化打無聊的怪物 現在這邊對不對 是解完的時間軸 然後它會隨著你的腐敗值提高 你會 就是你解完一個 一個 然後打新的你就要解更高的腐敗值 然後你就要花更多的時間 所以我現在 12345打完了 我這邊大概花了10個小時 大概10個小時的遊玩時間 然後這邊還有12345 還要再解開5個 然後我的build又不是刷圖特別快的 跑步特別快的 所以我又感覺更像做了 可是雖然說我不是刷圖特別快 但我打王很強 如果你是一個不怎麼強 不怎麼op的build 自己想玩自己 我跟你講 你遊玩時速一定超常 才可以看到新王 我的全身子裝 然後關鍵傳奇祝福都已經農好了 我打小怪可以噴27萬 我卻要先把10個時間軸解完 我才可以碰一次新王 然後我再 除此之外對不對 我已經有12345678 8個新王的門票了 這 我有8個新王的門票 我卻不能夠打新王 為什麼 因為我任務沒解完 而且這個時常超高 然後我打小怪噴27萬 我卻不能夠 卻要在那邊 這邏輯是什麼 你看我右下角還有一個龍心 然後我 然後我這邊其他東西 我平止身形都有了 所以我總結一下 如果你是1.0版本 沒有玩過的 然後那個時候 你可能沒時間玩 或是你沒有 那時候沒有跟到 那1.1版本 如果再沒有優化問題 他們最近一直更新 等他們更新到好之後 我覺得還是適合在POE之前 可以玩一下的 因為必定對鳥來說 就是一個全新的遊戲 1.0版本的東西 然後加1.1版本 但是如果你1.1版本 玩過的 我完全不覺得 你這個版本 有需要特別回來遊玩 除非你是 龍如騎士 巫師 薩門的愛好者吧 然後愛好到 愛他們愛到 那你也早就開始玩了吧 根本就不會 根本就不需要我這個影片 來跟你講 我這個影片就是來勸勢了 那講真的 我是很喜歡最後紀念的玩家 我頻道也是 我也是最早期開始做最後紀元內容的台灣實況主了 然後我做內容是因為我真的覺得這個遊戲好玩 然後他未來大有可為 可是在1.0的版本大成功之後 最高峰是27萬 然後這個禮拜目前到現在可能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是平日開 我之前還有一個外國朋友觀眾 他就來這邊講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星期二的時候開這個遊戲 但我猜是因為他們知道會有一堆問題 所以 他們星期二開 就代表他們的工程師不用加班吧 不用付加班費 不知道 所以 我 真的是因為很喜歡這個遊戲 我才要對他說這個重話 1.1版本真的是 垃圾 真的是蠻糟糕的 然後到目前為止 就是 我覺得 我很喜歡他們 每三個月 每四個月 可以像POE一樣端出一個很大的改變 或者是像火炬這樣 就是至少火炬之光 他不一定 改得好 但是他 敢 大刀闊斧 那這季除了就是 所有的主流流派 都被砍傷害 被砍生存 被砍各種東西 然後 弱勢流派得到補強也 也很有限 那傳奇 也就多三十間新傳奇 可是之前傳奇 之前一大堆垃圾傳奇也沒有改強 所以這個感受是完全一樣的 就這樣 我只能說 火雞之光無限 難得 真的 居然可以贏最後紀元 我要回去玩火雞之光了 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我貓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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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